你球鬼的個性就是 招什麼不重要 帥就好 歡迎收看球鬼TV 今天來到台北極限場 OK 又來到球鬼好友系列的單元 那這次呢 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位 亞洲BS冠軍 鄭喬鴻 哈囉 大家好 曉鴻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鄭曉鴻 我今年26歲 然後我曾經拿過世界跟亞洲的冠軍 那現在是在擔任單車教室的教練 曉鴻聽說BMS列入奧運項目 在兩年前的六月 BMX他正式列入奧運項目 那以前的是泥地競速 那現在增加像我們看到這種花式 會有動作 所以BMS他分很多種項目 對對對他是從競速賽演變成做招 才變成現在的BMS 因為有時候我看到 像毫比你 你都會在街道騎 可是有些人在U型版騎 他是不同項目 他其實是不同的東西 但是他的基礎都是BMX的東西 突然站好了 今天你教我幾招BMS的基礎 然後我教你幾招花式籃球的動作 一定要 因為每次到好友系列 我就特別想學對方一個 一個 我很想學一招就對了 因為我們已經來到U型版了對不對 對 我很想衝下去看看 從這裡嗎? 對 我會不會 從這裡有點難 我會不會一輩子都表演這一次而已 就沒有第二次了 有這個可能性 因為其實基本上會循序漸進 對所以我們可以試 是 但是我們不用試這麼大的 OK是小一點的 好不然就看今天我的進度怎麼樣 然後如果OK的話 你就帶我試試看 你認為我可以做到的動作 但是前提是在這個之前 我們必須要到下面的水泥去練 最基礎的東西 如果你OK 我們再上來 沒問題 那我們現在到水泥地 OK Let's go 喬龍你怎麼戴帽子了 沒有 下面見啦 那我就先下去了 你就這樣下去 走囉掰掰 靠啊 就這樣下去了 欸 喬龍等等我啊 太突然了吧 喬龍今天要教哪幾招 呃我想要從最基本的開始 因為我覺得騎車是循序漸進的 就不要一口氣就挑戰太難了 OK 那基本的觀念是有哪些 其實我們要先知道你的腳 習慣是右腳在前還是抓在前 號碼一定要是 所以你可以先騎騎看 然後試著把踏板放進去 好 然後像你剛才騎是很穩定的嘛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做動作 做動作 第一個再來 會騎了之後 再來就是學習拉前輪 拉前輪 你是說這樣拉起來那個嗎 那個會不會很危險 就是大家口中的牙口類 有兩點事情要注意 第一點 你的人要前下 往前下 後上 前下後上 然後第二點的時候是 你往上的時間 你的手要處理把它拉起來 手肘要順順順的 拉起來 方平 拉 是這樣嗎 對 帥啊 耶耶耶耶耶耶 還有什麼 我這樣就過關了嗎 過關 真的假的 真的 有人跟我一樣馬上學會嗎 沒有 但我教過一個 阿伯66歲 66歲 他一天就會下樓梯 是這個樓梯嗎 那其實要下的是這個樓梯 對嘛 他也嚇到啊 因為阿伯那時候是直接騎下去的 那下樓梯其實很簡單 比你剛才那樣騎 基本上都OK 你只要一樣記住 他馬上平 你執行的時候 準備好了 這時候膝蓋幫我圍彎 圍彎 身體就蹲著 蹲著 左右手路一樣的寬度 一樣寬度 不過緊 正常的下去就好 我試試看 大板 放平 放平 膝蓋圍彎 那樓梯有沒有 再帥一點的 我就知道你會說這些 因為只要是帥 我都會想挑戰 好 我現在教你的是 帥的 帥的 那平常他不會用到 不是帥的吧 不是帥的 用不好就是帥 用不好就是帥 那 他平常不會那麼用到 他會用到一些 比較緊急狀況 可以記得在路上的時候 突然有一天磁頭 衝不出來 有 我 這裡 都會比較符合你想要帥的樣子 這個 會有戀愛感覺 那 事嗎 不然不是我們 我是說容易 就讓人家霧霧的感覺 那種感覺 說明在路上也有一些豔余的機會 也是這樣子 你的車 有兩件事 第一 按著煞車 按著煞車 第二 車要斜斜的 然後腳就把它劈出去 再就 Parliament 就是要踢出去 但你記住一般人會轉不了是因為他車不夠斜 你車子要斜一點他才沒有抓地 他比較好踩位 好放腳 踢往往往 腳放下 甩 邱老師 剛剛有甩一聲 有這樣就對了 這樣就有帥 不然這樣好了 我試試看今天的動作三招 我把它創在一起 創在一起 那邱老師可以幫我示範一次 好 機會去那邊 待會 騎過來 踩板放題 拉前輪 然後再準備下樓底 邱葵挑戰今天的三招 BS的Combo 邱葵來喔 OK 第一招 第一招 一次成 然後跳啊 下樓梯 先跳我要先跳 我要先跳 那我有一個問題 你說 你該怎麼直接跳起來 跳起來剛剛不是要跳嗎 你怎麼說練跳 不是啊 我做錯了是不是 你做得更難了 我做得更難 然後沒關係 有過關嗎 有 只是我比較好奇 為什麼會跳 自己進化 自己進化 我想說 你剛剛跟我講拉 我拉的時候 我好像身體有個 做到一個動力 我把它踢起來 還有Rider的魂 還有車手的魂 車手 一般真的 你要拉要勾其實都已經滿難 那有的人 他可能真的天真去接觸運動 會比較容易上前 他就真的跳得起來 所以 曉鴻我今天的BS 這一塊是 OK嗎 及格 太棒了 好 那接下來換我教 教洪花式籃球的動作 很糗 OK GO